索隆并不知道洛克的绝技是瞬移 一时间有点惊讶 可下一秒就被人从后面偷袭 原来两个吓人都是洛克的船员 乌索普见状赶紧逃跑 有惊无险地从窗户逃了出去 而索隆就惨了 直接被扔进了枯井中 但两人并不知道索隆只是晕了过去 逃走的乌索普来到镇上求救 告诉大家有海贼 结果却没有人相信 原来乌索普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撒谎过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耶稣不便跟着香克斯出海了 不久后他的母亲身患重灵 最大的愿望就是见一下耶稣 于是为了能让母亲开心一点 乌索普便谎称海贼来了 从那以后就养成了说谎的习惯 因为谎话说多了 自然就不会有人再相信 可就在他绝望之时 街道上突然出现几名海军 原来是克比跟着陆飞的线索找到了这里 得知庄园的情况后 他们立刻赶了过去 而此时的奈美来到厨房 发现了躺在桌子上的陆飞 看样子是吃了锅里的绿色液体晕了过去 就在奈美尝试叫醒陆飞时 突然听到了谈话声 又有人往厨房赶来 他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来人正是洛克和他的两个手下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桌上的陆飞 从三人的谈话中 奈美也得知了真相 还知道陆飞喝掉的绿色液体里含有毒药 喝了这么多 肯定必死无疑 于是洛克叫两人把尸体也丢进屋井中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乌索普带着克比赶到了庄园 但经过一番询问 并没有问出什么破绽 也没有证据证明洛克是海贼 得知海军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陆飞 洛克毫不犹豫地把陆飞交给他们 毕竟现在的陆飞已经陷入重度昏迷 能不能醒来都还是个未知数 洛克并不担心他会破坏自己的计划 而乌索普却慌了 眼看海军也靠不住 他只能来到可亚的房间 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他 可亚当然不会相信管家是海贼 毕竟他也知道乌索普平时喜欢说话 见可亚不相信自己 乌索普只好待在房间里保护他的安全 与此同时 被扔进枯井中的索龙也已经醒了过来 可枯井实在太深 想要出去并不简单 索龙尝试了好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有不得不坚持下去的理由 原来在七年前的双岳村 索龙还是一个剑馆里的学徒 但他无论如何都打不赢师父的女儿古依娜 好胜心极强的索龙不服气 于是相约古依娜真刀实枪的鄙视一场 那时候索龙还是双刀柳 但结果还是败在了古依娜的合一道文字之下 战败的索龙要求古依娜杀了自己 可古依娜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看出了索龙的天赋 迟早有一天会超越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后的索龙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会远超自己 毕竟他只是个女孩 无论他怎样努力 都无法弥补身体上的劣势 索龙听后非常气负 因为古依娜是他想要超越的目标 他不许自己的对手变得如此自暴自弃 只要他们每天都坚持比试 就会不断进步 努力也会战胜天赋 听了索龙的这番话 古依娜有所触动 从此刻开始 两人相约一起变强 直到某一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剑侯 可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 这天索龙像往常一样 等待古依娜迷失剑术 却等来了他意外去世的消息 这个消息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深深刺痛了索龙的内心 从此刻开始 他的二刀流就变成了三刀流 因为他要带着古依娜的那份医院一起变强